他是住的機率是BBBBB 100% 搞不好不應該有靈魂鞭持了 喔太棒了好險有鞭持了 其實我有點希望他們有 更多好的法商手下嗎 搞不好是吉蘇恩喔 如果是吉蘇恩的話應該對我們來說應該蠻好 誰說是吉蘇恩的 希望他沒有另一張這個 真菌附魔師 全臉嗎 真的是 有一點憨 他在幹嘛 他沒有在防這個combo 太舒爽了吧 完全沒在防這個combo 先打這張好了 我們需要稍微抗一下快 我們任務解超級快 任務解超快 放棄吉蘇恩沒有沒有放棄吉蘇恩啊 現在還是很可以打吉蘇恩的喔我們只要撐到10顆水晶 而已 嗎 應該不只啦 還要拿到心靈尖笑 他是電腦嗎 他超像電腦的 不怕我還有另外一個那個喔 不怕我還有另外一個那個喔 假裝他沒有545好了 545我們有點難防 我們應該還是要盡量綠牌啦 而且我們還有這個combo可以打 他可能再找545喔 再把他手上這幾張都沒有 靈魂收藏器有點強耶 我們也有帶潛伏魂師啦 就是了 他打治療了 他在換 他在換手下耶 他在換手下耶 我很關注是不是 我很關注是不是 來防止他 護光者 做事 恩 他等一下的東西可能會有點恐怖 不過我們等一下應該會出這個 然後第8輪 或是第8輪就出這個也可以 先治療他好了 這是個錯 我這個之後拿到尖效的機率是 嗶嗶嗶嗶嗶百分之白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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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們要再打四輪 所以說 所以我們應該先把心靈煎笑打掉 勢必要花一輪來打心靈煎笑 然後我們可能不會把阿瑪拉放回手中 因為沒有需要 然後這樣反而會卡到我們的手牌 最後一輪是這個 海面牌感覺超憨的 我想想看應該是先打 應該先打 這個加這個 我們需要四格應該沒有問題吧 就等下要不讓這個死掉 我們需要四格對不對 我需要四格 希望等下要抽到破罰者 這樣我們等下就可以打渾屍加破罰 紅火 沒拿到破罰 沒有魔火了 所以我們等下要多一輪來打破罰 應該是他會自己把這張幹掉 所以我們應該不用做什麼事 他應該在想我到底要怎麼贏 不知道 看我裡面就知道你是什麼 沒有吧 我覺得這combo算是不知名 你看 要先打這隻 雞雞 雞 好穩定喔 好穩定喔 好穩喔 好穩定喔 好穩定喔 老箱是吧 沒有啊 他應該是手數目喔 還有可能手數目 也有可能跟我們一樣 如果跟我們一樣的話 誰拿到盒米特應該就贏了 這個對決其實尖笑搞不好有點重要 貓 什麼東西啊 感覺是某種 魔法無法解決 某種有TK嗎 我們倆都掛了一個秘密然後都不出死人手下 這時候就要說一句話 他帶動小奇怪 你才奇怪 你全家都奇怪 喔他有蛋蛋 好像合理一點 我真的要有蛋蛋 任務 想起抽牌 三張死神抽都沒抽到 還是要解 九張 所以我有一輪可以尖笑完之後下墨去 這邊應該不是吉祖文,他就只是石箱湯而已 他應該有西瓜之類的湯洞洞 過日即將來臨 你這樣有可能會被一些西瓜之類的漢洞心弄 被這個弄 我們只剩一張事情減少 好 好啦,是時候了吧 兩輪喔 我沒有打過這個嗎? 這樣不會抽牌了嗎? 剛剛有八張 這樣其實不用急著打 我們打草率實驗者的時候 可以一起下 我們要找機會打這兩張 哇 這痛有點難處理耶 可能就直接把這個痛掉了 我們可以下輪再決定 我們可以下輪再決定 剛剛可以順便把痛打掉 我安全了 我安全了 應該完全沒有機會擋住這個 你安全了 你沒有安全 你超不安全 你超不安全 到底前期要留什麼? 赫米特可能不錯 有點猶豫要不要掛這個 所以我們的死聲,我們combo的死聲是 1234張死聲 如果要他不觸發的話 我們要打小於三張死聲,其實蠻困難的 只有兩張死聲了 我以為他要打一些計畫來讓我抽牌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等下先打這一張 這要想一下 我們還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張 所以應該先打這一張 其實都可以 先打這一張比較穩 哇靠 超多張在手上的 他握超多張在手上 好這樣就沒有要解任務了 這樣任務解不完對不對 一二三四 這樣任務解不完我很確定 所以有辦法我們可以少打一張尖笑 就是等兩張尖笑都抽完之後再打暗影零食 他應該不可能那麼快吧 他如果直接做一些憨事的話 其實還蠻困擾的 他會跟我換嗎 他如果跟我換的話我根本就不用理他啊 我就換他牌組就好了 我因為牌應該更憨才對 寄回去了 所以現在暗影零食不會拿到 心裡煎笑了 這個 中溫 這算4輪 那我就被藍龍秒殺掉了 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嗎 很難吧 還在輕手牌現在 啊我們還沒有 我們還要處理這張痛啊這張痛要怎麼處理 OMG 這樣痛要怎麼處理 這樣痛要怎麼辦 打個散播拜託 打個水晶 他可能什麼事都不會做耶像我們痛真是個大問題 打個散播好不好 大大 拜託我知道你有鐵木我知道你有凡人機器人 喔 謝謝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 呃 好我們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們順序要對 順序要對 看看我美麗的水平 剛好 六個 哈哈哈哈哈 夢境花摘培師嘛 沒看懂球解釋 他就把手牌打完啊 然後 我們combo其實很簡單啦 就是五張牌combo 兩張震惡體 兩張滴答作響震惡體 然後草率實驗者 破關者跟幾層克蘇文 因為死聲觸發的順序是 先打出來死聲先觸發 所以我們要先打出草率實驗者之後 所有死聲都會降3費 所以這兩邊1費這邊3費 所以5加3加1加1是剛好10費 所以這個打出來之後 破關者跟兩個滴答作響震惡體 就剛好就結束了 然後你手他都只剩一張牌 就是幾層克蘇文 然後破關者會把幾層克蘇文 拉出來 然後必須要先打破關者 因為要他死聲先觸發 這樣叫出來幾層克蘇文 才會被滴答作響震惡體弄死 然後滴答作響震惡體 也會把草率實驗者弄死掉 然後也會把幾層克蘇文弄死 所以就會符合幾層克蘇文的死亡支撐效果 就是沒牌堆沒手牌 沒有戰場上沒有牌 然後對手就隔屁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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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